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3月8號 今天是玩阿爾米亞戰歌 算是第六天 明天可以領到一支免費的宣言鍵 有一位玩家說 有關於御靈 御靈試煉 因為我錄的時候 我是錄一個結算的畫面 所以就不清楚說正統怎麼拍 那我看著我的影片 我們這樣子鞭打一次 按照我前面那個影片 然後我們這樣實際來走過一次流程 首先是第一關 第一關是這個狂圖之戰 然後我用的角色 我現在是開著電腦 然後這樣看 呂布在前面吧 然後魅魔 應該魅魔不會是在前面 這個盾的 那我全部都是上這個亡靈的角色 說錯了這不是亡靈阿這是地獄 後面的話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這個樣子 那這個盾的話 梅杜莎我覺得還算蠻好用的齁 那其他角色的話 魅魔我覺得也不錯齁 他到後期之後他還可以補一點血 那他那個大招爆炸之後呢 那個魅魂的能力還算蠻強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樣子能不能過 如果不能過的話呢 你可能要多試幾次齁 因為他這個遊戲還是隨機成分蠻多的 唉呦一次過喔 好所以這是狂圖齁 好那下一關的話呢 稍等一下喔 狂圖的話 好再來是惡虎之戰齁 呃不好意思齁我跳著打 因為我現在是看看我的影片齁 惡虎之戰的話呢 我用的角色呂布不能放下去嘛 所以一定會有呂布 那我前排的盾我是用誰勒 呃我用 惡虎之戰比較難喔 惡虎之戰的話我記得 好像是先上這一隻 然後 嗯 好沒關係齁 這一隻的話他會叫出很多小分身 然後呃我覺得單體暴擊傷害是蠻強的 那這一個齁 這個就是類似劍影遠征的那個女妖 他的那個大招是打全體的齁 慢慢的這個扣血 然後他自己會回血 但是強悍度沒有劍影遠征那樣子那麼強喔 但是呃總輸出還是不錯 那魅魔剛剛講的嘛 魅魔非常的萬用 他的大招會讓人家混亂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小的技能 那這個算是控場不錯 那最後一個呢 這一個是呃 這一個是三合設計圖吧 那三合設計圖他的大招是把人家定住齁 全體定住齁這個 所以說他也是非常萬用的這個控場角色 那我通常啊 我玩這類型的卡牌遊戲 我都會比較注意控場角 因為大部分這種物理攻擊的角色啊 打到後期之後就會開始無力喔 那控場角色的話 不論再多後期呢 都都會有用的到 譬如說存打控場啊 這個樣子 好像好像失敗了齁 沒關係 我們再次挑戰 因為我看我用的陣容 呃 前排的話一定是一個呂布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個齁 這個他的那些小分身的話呢 其實傷害量不錯 如果說順利 把對方都定住 然後對方那個盾 一沒有開起來 然後直接被秒的話 那就可以獲勝了 不然的話 因為我不大可能去面對他 因為這個亞巴盾的話 他是會鎖血的齁 那他會鎖血的話呢 其實 其實就秒 其實他就不是我 首要去攻擊的目標 因為他是受到致死傷害 他是一定會鎖血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多重來幾次齁 定住 在定住的時間把人家幹掉 有沒有有沒有 他說出來吧 然後就是叫出一堆這個 這個 這個那個什麼 小 小召喚物 有沒有 出來吧 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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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回烏來吧 來吧 出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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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誒誒誒誒 不會翻車吧 誒誒翻車了 啊天啊 剛剛是怎樣 二虎之戰是不是 哎呦這個 蓋亞真的太奶了啦 好啦 再四集之後 我覺得沒有問題啦 就是剛剛可能 沒有把其中的攻擊角色幹掉 然後讓他復活 啊說錯了 不是沒有把他幹掉 是又是又把別人幹掉 但是 蓋亞 蓋亞先復活了 誒成功了 這一場成功了齁 我的呂布先把 先把對方那個蓋亞幹掉 所以他們就不能復活了 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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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這是二虎之戰喔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的話呢 呃 困獸之戰 困獸之戰 好 困獸之戰 那困獸之戰的話呢 那 我用的是 困獸 然後 前排的話呢 雅巴盾 雅巴盾 他會鎖血 然後我們用這個 快速暴擊的 這個 這個弓箭手 另外呢 也是一樣 剛剛說的這個女王嘛 打全體的 然後會不斷的挑傷害 有沒有 他快速把前排那隻角色幹掉了 但是我方也是快死快死的 但沒關係齁 就是打快 好 打快我輸了 怎麼沒有幫我記錄那個陣型 可能打錯關了 剛剛說什麼 應該是困獸之戰嘛 對不對 真的沒有記陣型耶 那內 好了 沒關係齁 我們就這樣子 滅 快速攻擊 他怎麼一直免疫啊 哇 輸掉了 沒關係 多試幾次就好了 滅 滅 滅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獲勝了齁 你看 他的這個輸出爆擊多快 如果說對方比較皮薄的話 好 所以這是困獸之戰齁 再來是群狼之戰 群狼之戰的話呢 前排的話也是亞巴盾齁 然後剛剛提到的這個女王 女妖 怎麼好像都是這幾隻角色 然後這邊上一個這個補血的角色 他還蠻奶的 然後這個聖杯 聖杯也是不錯齁 會幫我方緩緩回復能量 另外這一個齁 這一個女的 非常要 非常要注意喔 她非常討厭 她會把我方緩一個角色關起來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個女的呢 如果說看到的話呢 其實可以練喔 她會把她關起來 真的是非常討厭 所以群狼之戰啊 我記得這一關好像是還打蠻久的喔 我記得這一關我是打蠻久的 多重來幾次看看 有沒有 進去吧 有沒有 我的人被關起來了 這真的超討厭的 不知道要刷多久喔 喔 開大招 開大招 這一關的話 我記得我是靠這隻角色的輸出喔 哇 如果她死掉的話 那就沒轍了 多試幾次吧 沒辦法 開大招 開大招 欸 把她幹掉了 把她幹掉了 哇 終於把這個女的幹掉了 她不會再關人了 哎呀 但是我也輸掉了 太可惜了 我好不容易把她幹掉了 把這個女的躲在最左上方好了 不要再把我拉進去了啦 啊 洗倒吧 洗倒吧 嗯 好 我們再多刷幾次齁 多刷幾次 不要再進去啦 不要再進去啦 大招 開出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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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啞巴盾 喔 啞巴盾 呵呵呵呵呵 呃 這一關不知道要刷多久喔 看我的呂布卡在那邊 她就不動了 哎呀 運氣運氣啊 糟糕了 好 我們把聖杯放在中後排喔 呵呵呵 這一關可能要刷久一點 不然影片還是暫停一下好了 因為 我 不對啊 我影片暫停的話 這樣子獲勝的話 也不知道說到底牌法是怎麼樣子喔 哎唷 哎唷 這次是不是好一點 喔 大招 開出來了 喔 不錯 不錯喔 我這次開招 開得比較順喔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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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Fu喔 有Fu喔 喔 還活著喔 哇 看我看我這個女王開大 怎麼一堆這個小分身啊 那一個是 那一個是那個對方 那個 呃 薔薇的那個盾喔 那一隻位是蠻 蠻推薦的 好 所以看到這個輸出齁 真的是爆表的高 這一個 剛剛那個 那個場上有很多小人 是 這一隻角色齁 呃 對 沒錯 是 是這一隻 這一隻角色 他叫什麼狼 呃 什麼基努之槍啊 他會召喚出那個小人在那邊打喔 好 所以說這一個是 呃 群狼之戰 花比較久的時間 然後憲政之戰喔 憲政之戰 憲政之戰其實也是打蠻久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憲政之戰喔 憲政之戰喔 憲政之戰的話 然後這個就要運氣運氣喔 好 前排的話呢 首先是要先 先幹掉這一隻聖杯的角色 因為這個冬皇宗實在是 太硬了 所以我們讓這一個齁 這個是召喚出很多這個 這個 小骷髏在下面的 然後蓋亞是一定要上的 畢竟 終於有一隻這個神魔角色讓我們用的話 他是屬於創世的 他會幫角色復活 然後呢 這孫悟空呢 他也是屬於打快打單點的 看能不能夠快速把一隻收掉 因為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快速把一隻收掉的話 很快就會被翻盤 那另外呢 這個攻擊 因為他是打全體的 所以說 就沒有那麼集中喔 那我們這個是打集中的 所以說這次選擇這個軒炎劍 這樣子 好 那就是比較拼輸出喔 看有沒有辦法開場 趕快把這一個 這隻聖杯幹掉 沒有了 沒有了 那就沒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隻角色其實蠻可怕的喔 他在那邊丟那個珠珠 然後其實還蠻暈的喔 好 又掛掉了 先把這一個聖杯幹掉 聖杯幹掉 哎唷 我的蓋亞掛掉了 天啊 好強啊 換個位置 換個位置 趕快吧 天啊 什麼去把亞瑟 那個實在是太可怕了 嘖 我記得蓋亞應該是在左上方喔 這樣子我的人才會 才會往前衝到這個地方去嘛 嗯 沒有在第一時間把他幹掉 多試幾次 好 我換個位置 薛圓劍好像是站在後排的齁 如果薛圓劍是站在後排攻擊的話 那應該這樣子沒有錯啊 因為這樣他會走過來打他 然後他打他 然後他在後排射也是射他 所以這個陣容應該是沒有錯的 好 運氣運氣 讓你回想到劍遠征刷圖的痛苦喔 這關就是節奏只要一個不對 就會被對方控到死 或是被奶回來 我記得我是這一關限陣之戰刷最久 如果說你沒有戰鬥4倍速的話 那就是代表說你的那個VIP等級不夠高 或是你可以花170塊克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就是快速戰鬥的特權喔 我目前唯一克見的東西就是這個戰鬥速度 因為我覺得戰鬥速度實在是太重要了 好 那個聖杯幹掉 但是我也快掛掉了 哎呀 可惜我的蓋亞掛掉了 不然我的蓋亞應該是可以把人家復活才對啊 好 有沒有 好 有沒有 蓋亞復活的一隻角色 哇 天啊 死去 好可怕喔 那隻豬豬 這個要刷多久啊 天啊 啊 死光光了 呃 換一個小位置試試看 喔 復活了復活了 蓋亞把我的孫국 復活了 我的孫,快裝在那ぁ ああ 向下 ぁ a a lost 他第一時間把這隻聖杯幹掉啊 幹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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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順囉順囉 有沒有 刷了半天 莫名其妙就贏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還好 這樣子應該可以知道這個白髮 再來是巨熊之戰 巨熊之戰呢 前排的話 一樣有這個亞巴盾就上亞巴盾 然後呢 亞巴盾除了這個 他自己快死掉的時候他可以鎖血 還可以把人家拉到前面來算是控場 那另外這邊用的角色是 這一個 這個貝莉爾的話單體攻擊也是蠻強的 這個大招 然後 然後那個講話也是很可趣 那另外呢我們剛剛一直被這個什麼去巴亞瑟 這個珠珠攻擊 所以這邊我也選這一隻喔 好另外呢這是豎琴 豎琴也是屬於控場的角色 但是呢他就是 大招有機率讓人家睡著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三合設計圖那個比較強 那個是全體 怎麼講呢 這全體直接定身喔 喔 我的血 我的血還恢復了喔 一次過喔 最後面是無雙之戰 來看一下無雙之戰喔 無雙之戰我記得也是刷蠻久的 我們看前排是誰喔 前排我們用到的是軒炎劍 打輸出喔 然後伏西琴 會消掉人家的這個 正面的這個 這個爭議 然後蓋亞 當然有創世的角色也是要用一下 好這一隻是 法典 西服吧 他的是把人家冰住 看有沒有機會把 把人家冰住 然後先幹掉 這一關的話 我可能是先選擇上面 然後這一個 伊南娜 這個非常討厭 他會把人家關起來 就是這邊會有一個這個箱子 所以我覺得伊南娜是一隻可以練的角色喔 那藉由玩這些小遊戲啊 這叫小遊戲嗎 就是這些活動機制喔 就可以去知道說哪些角色要練 哪些角色就 就是屬於就是 比較偏傷害的角色喔 像這款遊戲的話 我覺得他的控場角色 是真的還蠻強的 所以說你如果說都選擇練一些控場角色的話 真的是可以把人家控到不要不要的喔 蓋亞活下去啊 啊我的蓋亞掛掉了 好可惜喔 我的蓋亞如果沒有掛掉的話 他幫我復活的話 可能戰局就逆轉了 把你們冰住 復活 血緣劍復活了 再冰 再冰 要冰的剛剛好 再冰再冰 哎呀哎呀 哎呀呀 差一點點喔 刷圖吧 這個對於我們玩過劍遠征的玩家來說 刷這個 小意思啊 輪回 但是玩完這個你也可以知道說 呂布真的不強 所以說這個機制啊 限定你要用呂布 其實就是 很明顯的 布露出這個 呂布的弱勢喔 就會覺得是說 哎呀我可不可以不要讓我選呂布啊 這個角色換 換其他人多好 好啦 那這個就過了齁 好那這樣子花了大概20分鐘 那再來這個 五天的時間呢 其實 我現在也是屬於卡圖的狀態喔 因為他是鎖這個玩家的等級嘛 所以呢我要推圖的話 接下來是要52級 52級的話 可以啦可以啦 升級了齁 那目前來說應該是不大會卡圖喔 因為 他就跟這個 放 那個什麼 勝數換哥一樣嘛 他就是卡這個玩家的等級 所以在這段時間呢 我應該 也是升的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用的角色呢 其實 也沒有刻意用什麼角色 用的角色就是 哪些跟我有緣就用什麼角色 唉唷說著說著 就輸掉了 好我上的是 不小心點到齁 不好意思 我上的是 這個是什麼 什麼 什麼弩 機槍喔 我跟他還算蠻有緣的 然後這個 這個盾 也算是還蠻坦的 然後剛剛說的魅魔嘛 伏西琴 消狀態 然後這是打單體的 這樣子 終於開了大招 開大招之後 他的盾就還蠻坦的 過關了 OK 那我們來看還有什麼東西喔 戰鬥4倍加速 要過9-40 那個我已經課金買了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東西啊 心願召喚 這是免費的 好我是選擇雷神索爾啦 他是雷神索爾跟這個呂布 雖然說都是這個 中末的女武神 聯動英雄 但是 就選這個雷神索爾吧 雖然說雷神索爾很難抽到 他畢竟是這個創世的角色 但就是有抽有希望嘛 你抽到雷布之後 雷布真的不知道幹嘛 碎片 這些都是肥料 還有什麼東西 郵件 結算 一天更新有很多事可以做 什麼證物啦 這邊 我都是選擇最後一個 因為最後一個會有一些 迪迪coco的東西 甚至是那個 遊戲必有 所以我這邊全部都是選擇這個證物 這邊還有高級證物 高級證物的話 我覺得不要去買 因為這個完全不划算 所以不需要去買這個高級證物 那這個派遣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他有那個免費可以刷新 然後呢選擇的話 都是選擇遊戲幣 或者是這一個 神允 這個東西呢 是角色升階會用到 其他東西我覺得 在你可以刷新的話 你就把它刷掉 譬如說這三個 這個什麼競技場門票啦 還有這個 肥料的這個 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會刷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神允是永遠欠的 只剩一個 金幣是不欠 金幣也欠啦 但是他就沒有那麼稀有 好啦 上刷完了派遣 還有什麼東西啊 獵魔 開啟是早上喔 幸運魔倫 這個就是 如果說這邊是有這個 史詩級的肥料啊 就選一下 然後我是 我是只有抽一次啊 就是為了解那個 那個任務而已 好 抽完了 再抽一次好了 我們來看這個 幸運值1000是送什麼 登登登登登 好了也沒什麼重要了 1000 送一個金色的寶箱 好像 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非常特別 好啦 我們來隨便刷一下 大獎沒有抽到之前 都不要免費刷新 喔抽到了 抽到當然 當然就把他免費刷新啦 喔這個大獎變成是紫石頭 那我就不要抽了 當然是 有史詩的角色比較重要 就算他是史詩的肥料 也比紫色的角色好嗎 好 抽了一個 今天有什麼可以抽的嗎 沒有 那剛剛這個 終末 入戰 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條件是 在 在這裡吧 你每天抽10次幸運魔人 也是這個日常任務 免費的 免費的一抽 好然後 冰國挑戰 這個 抽幸運魔人也是 這個 其他的話就是 你每天都有上線玩的話 都可以解 最後面我們來玩一下英靈電子戰吧 英靈電子戰每天打3次的話 都會有 都會有基本獎勵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不像是 跟玩家打 因為速度太快了 也就是說 玩家選擇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很像是 這個很像是 怎麼講呢 就是 雖然說他是玩家的名字 但其實實際上他是電腦 那打的話呢 就可以順便解一些任務 譬如說 你看一下這個場上有沒有3系的角色 譬如說這邊有 我們就這樣 上這個 雖然說不是很好贏啦 但是他有一個特別條件是說 你要上這個3系的角色 像我這一場的話我有3個龍城的角色 那我就把他放上來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神魔角色 藍色跟紅色的這個圈圈 創世跟滅世的角色都特別強 你上的創世跟滅世越多 你的獲勝機率越高 但是勝不勝 但是勝不勝利的話呢 除了勝不勝利之外呢 還有 還有這個任務 有沒有 同時上3個什麼 強威玉靈 獲得什麼戰鬥 可以再多增加一些英靈勳章 全部領完的話呢 我覺得 好像是300多吧 至少你可以免費 應該是可以免費獲得兌換 你可以免費獲得一些 一般的角色 330 然後他的這一些 小資源 我覺得 也算是蠻划算的 新手的話 像這個史詩級的卡片 不要管他會不會抽到什麼好角色 這些當肥料也都很好用 然後記憶粉塵的話 是所謂的專武材料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所以說呢 你不換角色的話呢 其實 換這個什麼記憶粉塵 記憶碎片 這些專武都是永遠用得到 永遠欠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要打一打 但是不會怎麼樣 至少一定要打個三次 那我們就打個三次吧 因為通常這個跟玩家打 通常都是會 怎麼講就是 就是對方會想很久 但是我這個就是幾乎 一選上去之後呢 對方馬上就選好了 所以我才會覺得 他那個名字是玩家的名字 但是事實上呢 其實是NPC喔 選太快了 太順了 那這一場呢 我是上三個地獄 然後順便上呂布 因為呂布呢 是 也是任務的條件 你要用呂布 好像不知道獲勝幾次 我有雷神索爾 然後我又有這隻蓋亞 蓋亞真的是 哇 你這個 新手任務齁 你 你除什麼什麼禮包 在這個七天之內 累積3000多塊 可以獲得一隻蓋亞 蓋亞是真的強 他可以讓人家復活 可以復活的角色 真的是很猛 不過呢 暫時沒有想要 克那麼多金喔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個 他的那個任務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還早 再抽一下 有沒有 神魔角色 沒有 神魔角色就是紅色跟藍色 重抽一次 有了有了 還三隻喔 喔 這也太多隻了吧 那 那有沒有三系的角色 既然沒有的話 有有有有 有三個地獄的角色 那我上 我上這兩隻 全是近戰的 這樣子我順便解 三個地獄的 三個地獄的任務 這樣子 哇 對面 對面也有兩隻神魔角色 而且他有 伊南娜 這個會把我關起來 很討厭喔 我的暴力隊贏了 好啦 那今天三場就已經打完了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 英靈電子戰 戰令 嗯 條件在 條件在什麼地方啊 稍等一下喔 這個 奇怪 他的任務是在什麼地方 欸不對啊 我要 我要看那個任務啊 怎麼又打了 不好意思 這隻蠻強的齁 我就選擇這隻了 然後 有沒有什麼 三系的 有有有 有三個龍城喔 我們這次解三個龍城的任務 好 這個是妖刀村陣 沒有什麼興趣 至少都上兩個 創世跟滅世的角色 有有有有有有 沒有 戰令喔 要點這個戰令啦 有沒有任務 完成24 同時使用三個地獄玉靈 獲得五次戰鬥勝利 OK 然後呢 呂布要用幾次 要用呂布戰勝20次 用索爾戰勝20次 這個100點 然後010 010 這些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接下來的話 我就繼續去推我的主線進度了 郊外在探險 郊外探險沒有啦 那個就是獲得資源 每天上線解一解 這個都一樣 打競技場然後升級 好啦 那就都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OK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